字幕提供 好了同学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立體 現在假設呢 這個歐美加 這個歐美加他等於呢 二分之負一 加上這個 根號3i 那麼他叫你求這個 歐美加的平方 加上這個歐美加 再加上1 那像這個題目 如果你老老實實 下去做 那你必須要把這個歐美加下去 把它平方 然後再下去把這個加上一個歐美加 再加1這樣子做呢 是很麻煩的事情 那因為呢二分之負一 加根號3i 這個格式 讓我們想到 什麼東西呢想到這個方程式 就是x平方 加x 加上1 等於0 這個方程式呢 當初在國中解題的時候呢 它是無解的 為什麼會無解呢 因為這個x呢 它要等於多少呢 等於2a分之負b 加減根號b平方減4ac b平方是b是1 b平方減掉4ac a跟c都是1 a跟c都是1 所以呢 那時候解出來 這個x 它是等於呢 2分之負1 加減根號負3 所以 當國中的時候做到這邊 我們就說它無解 無解是因為根號裡面小於0 但是呢 現在根號負3 因為我們可以把它表達成 這個根號3乘上i 有了負數以後 所以呢 這裡呢 如果你繼續處理下去 這個x呢 它實際上就是負1 加減根號3i 做到這裡呢 我們一看呢 它竟然跟這個 Omega呢 是一樣的 就2分之負1 加根號3i 所以呢 我們知道什麼呢 這個Omega 它其實呢 就是這個方程式的一個根 其中的一個根 另外一個根是減的 中間是減的 中間是減的 那這個Omega這個根呢 它是負1加的 加上根號3i 除以2 所以呢 Omega呢 它實際上呢 是這個x平方加x 加1 等於0之一根 其中的一個根 那 既然它是根 就表示說 它帶入圓方程式 會滿足圓方程式 因此我們把Omega的 帶到圓方程式 把x換掉 那我們就會得到呢 Omega的平方加Omega加1 它就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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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做法 比較奇怪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呢 這個是聯想 s平方加x加1等於0 在國中時代 同學解出來都是無解 那現在開始呢 有根號3i的存在之後呢 這個變成有解了 有負數根了 那有負數根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呢 使用這個方式 你把負數根帶到方程式裡面去呢 會滿足這個方程式 那因此呢 求出來它會等於0 求出來這個 Omega平方加Omega加1 它會等於0 它會等於0 那這樣子呢 你就不必呢 直接代入了 直接代入下去 把這個東西下去平方 這個很麻煩的喔